大家好 我是房页函 欢迎您持续锁定东森黄金八九点 我们先来看到2017年犯下南港小谋命案的凶险陈宇 当时犯案之后还嫁祸给当时的女朋友 企图营造女友才是杀人的主谋 那么陈宇她现在在一审和二审 法官认为她的犯行并非特别残暴 判处她无奇徒刑 今天最高法院驳回了陈宇已经解放了上诉 全案无奇徒刑的业 另外来看到您知道现在选她已经56年来 没有台风侵袭这多可怕 导致于各大水库现在是严重的缺水 我们来看到像是苗栗的明德水库 现在水晴亮起黄灯 整个蓄水量只剩下256万立方公尺 等于说蓄水率不到21% 用水量只剩下19天 你部落进行违建长沙 导致于现场爆发激烈冲突 回到新闻现场 这是太诡异的车祸意外了 发生在今天早上9点多 我们来看到这是果道三跑南下路段 画面当中这一台小货车 撞上了砂石车的屁股 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小货车的车头 竟然整个就卡在砂石车的后方 而且离奇的是 这个车还在行走 也就是说其实砂石车驾驶 完全没有感觉到它被撞到 一路是黏到了树林的地棒站 这才分了开来 整整拖行长达一公里 根本没看到前方有一辆生长机车 直接当场擦撞自摔 然后人车倒地 当然这一幕被后方的驾驶全程募集 他也把这段画面 后往提醒大家 拜托专心骑车吧 当下其实女子是坐在后座 她就看见对方的猥亵行为 赶快很激紧地跑到前面去求助 司机也很帮忙 不仅把所有车门紧闭 不让嫌犯逃脱 而且立刻报案 五分钟之后 原警赶到现场 男子还一度不承认 还好这个被害女子 她是全程自己用手机搜阵 直接将人送办 今天站在公车的中段或是前段 这个时候不管你做什么举动 在监视器上都是无所遁形的 但是今天让你来到了后排 由于前方监视器距离这里太远 后方监视器则容易被椅背挡住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死角 前犯常在暗处 在死角大胆犯案 360度录下所有经过 她交易样样来 却无法靠监视器搜证 业者除了训练驾驶提高警觉 也要提醒民众 如果坐在死角更要小心谨慎 遇到其他乘客对自己不礼貌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大事呼救 并且用手机拍下证据 别让不肖人士有机可乘 昨天新闻女权室查在新北市报道 我们再来看到拒绝酒策 冲撞远警还造势逃逸 竟然获判无罪吗 先别急着说恐龙法官 我们要了解整个来龙去脉 去年12月这一名彭信男子 他拒绝加速逃逸 但是他整个过程当中是蓄意冲撞远警 不是因为不小心碰到了被害者受伤 然后逃逸 所以整起事件不符合造逃两个字 所以呢造势逃逸 最当然是获判无罪的 不过包含他拒绝酒策 还有伤害远警的部分 都依照妨害公务罪 还有伤害罪 必须要判处他六个月徒刑 看到领检站没有停下来 直接撞飞三脚锥逃逸 或是像这样 不过远警在侧就加速冲撞警车 仓皇落跑 台中就有远警在领检的时候受伤 直接回到去年12月1号 当时彭信男子驾车 经过这个九侧蓝检站时 一开始假装要愿意配合 减速慢行 等到远警走过来才加速冲撞逃逸 当时造成台中第六分局 其中一名远警受伤 警方事后依照肇事逃逸 还有伤害罪等罪嫌 依送法办 但是肇事逃逸的部分 遭到法院获判无罪 逃逸部分判决无罪 现在为了要拼会员数 婆婆妈妈最喜欢的 连锁超市全联推出的多元支付 只要下载APP 就会有100点的红利点数 而且每10点还可以折抵一块钱 好 还真的有嫌犯看准这一点 想把全联点数通通变成自己的 于是她创造了大量的虚拟人头 做什么呢 在利用会员彼此可以互赠点数的方式 帮自己累积了1500万点 然后在整个上网 以八折的方式进行拍摆 你知道她这样一卖啊 不法所得居然超过120万 这种钱也能赚 也敢赚 现在被抓到 依照乍齐最松本 一只合成现金的 而且会员之间 点数也可以彼此互相转移 两名嫌犯就是看准这一点 所以设了许多虚拟的账号户头 把虚拟的点数呢 通通汇到自己的户头下 今天虽然各家超市或是浪贩 业者都开始潮数位化发展 我们都知道 但是连锁超市一旦推出了印花极点 还是很多婆婆妈妈的最爱 因为他们换购的商品 多半都是家宁主妇会用到的 餐具厨具或是厨房用具等等 累积下来光是刀具 就换了240万把 还记得2016年有一款 德国的锅具曾经还成功了 购出了22万个 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冲击 但是印花极点刺激之下 还是能够为婆婆妈妈喜欢的 超市业者拉抬至少两成业绩 要适合自己的 不会去换到很大的那种 那个大的刀具这样子 就可以把门打开 如果像这次事件门根本推不开 其实还能够把门旁边的 螺丝装置给转收 让整个大锁脱落下来 这样才能保命啊 那么现在其实防呆机制 做得更彻底的 就是有业者加装了警报器 像是急速冷冻库 因为风险很大嘛 多半都是零下40度到60度 人关近三分钟可能就要性命了 因此他们现在会把货搬起 整个放好之后关上门 再启动冷冻装置 把一包一包要保冰的新鲜海鲜 整理放进冷冻库 这种常见的大冰库 进出也要很小心 像这样的冷冻库 大概都只有零下负20度左右 相当的寒冷 在这边进进出出的员工 其实在事前都会有员工训练 避免危险 非常重要的交通资讯 这个基隆轻轨 现在拍板要干脆整个升级 变成中运量的捷运 如此一来 未来的发车时间 从五分钟 一般缩短成三分钟 这让大部分细致的通勤族 真的好期盼 因为他们现在都抱怨 他们的上班时刻 从台铁西科站的月台 会出现超恐怖的上班部队 我们到时候来带您来看 好 另外现在基隆庙口的摊上也喊话 希望可以赶快改变吧 才能带动基隆的观光 很多住在记者民众 都会选择搭乘台铁到台北市去上班 未来等到基隆捷运盖成了之后呢 就会等于多了一种选择 我还有待观察 东森新闻 吴财贤旅士奇商新闻 在新北基隆采访报告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变老 但是当您变老时 您希望谁来照顾呢 独家带来了解 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部分民众开始意识到 想要聘外籍看护照顾父母 最近却完全找不到外籍的看护 根据最新劳动部的资料显示 今年从二月开始 原本台湾的社府移工还有26万人 但半年过去了 受到疫情影响 现在其实只剩下25万人 民众逼不得已 每个月只好改请高达 7万多块的台籍看护 这整整是两倍的价钱 不然就是要被迫辞职 照顾账备 这段来说是好消息 受到全球疫情影响 本来呢 其实国家大大小小的演出 都停摆了 但是爱尔兰的经典踢踏舞剧 或艳之舞 在经过台湾的检疫和隔离之后 将在12月来台正式演出 现在桃园水族馆被指控 他们虐待动物 他们说这都是不实的 将会采法律途径 另外像是BTS的经纪公司 最近股价狂飙 他们每个人都有持股 所以都成为亿万富豪 休息一下持续锁定 都责黄金 八九点 好 最近最好旅游景点 就是这个地方了 桃园青浦的人气水族馆 但是现在却被游客爆料说 鲨鱼烘鱼都是受伤的 而且还有水母打劫的情况 民众质疑说 整个空间都太小了 导致水母的触角缠绕在一块 控诉馆方根本是虐待动物的人间炼狱 现在一人陈方也还发文要抵制 不过水族馆在此曾经 他说没有虐待 还解释鱼类偶尔会因为民众 你拍打玻璃 受到惊吓 现在已经在治疗 包含水母打劫 都是正常的现象 强调如果再有不实指控 要采取法律途径 夸张是台北十里动物园 居然有动物跑了 还是食蚁兽逃跑 上个月一号凌晨 这次监视器画面拍下 食蚁兽的妈妈叫小红 背着宝宝叫红豆 顺着水豪游泳 而且还翻越栅栏就逃跑了 隔天园方发现好紧张 赶快展开搜索 终于在下午找到了宝宝 但是食蚁兽妈妈到现在 下落不明 让这个管理上能够更到位 这个就是我们要很细腻的 再去做处理 目前找回的宝宝 在细心照顾下 已经恢复健康 动物园也加强搜索 希望妈妈小红能早日回家 农业学院杨上人文具 张良宇台报道 台湾今天都没有台风 让全台水情拉紧报 尤其影响到我们吃的米 农委会在14号宣布 现在桃竹苗要停灌溉 这让农民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他说现在叫做抽碎期 是稻子最需要水的时候 灌了水就会饱满 但是政府也突然断水了 稻子就会出现像这样 空包蛋的现象 对此其实农委会说 真的没有办法 一定得要停灌 只好祭出补偿方案 现在只要受创最严重的水稻田 每公顷至少可以获得 12万元的补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